海运业年终奖金以往线杀不少人 但这回年终恐怕缩水了 扬明海运去年有13个月的年终 传出今年只有两个月 毕竟获利状况已经没有像疫情期间 这么的强势 因此整个在市场供过于求 以及运费下滑的一个情况下 也冲击到海运业者 接下来农历年前发放的年终奖金 扬明海运在今年6、7月 传出高达20个月的员工红利 但是以今年前三季的获利粗估 员工大概只能拿到约1.2个月 跟年终加起来差不多领到3.2个月 跟上映回合季33个月比较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另外还有长荣海运 去年的年终奖金加分 红发了45个月 当时有员工开心的表示 一早就被钱砸醒 但今年业界预估会发5到6个月的年终 过于运输业化 可能今年海运的状况是不如 这个空运月 因为空运月有暴富性的 这个旅游潮的一个加持 专家就说海运年终缩水 可能是受到市场供需 以及运价下滑等因素影响 据其他的产业 人力银行也调查 今年年终创十年新低 整体平均1.08个月 其中以金融业1.83个月 半导体业1.38个月 跟营建业的1.23个月 是各产业当中的前三名 农历过年之前 民众最关心荷包是否有所进账 不同行业不同公司 心情也大不同 TVBS新闻李政文黄凯静 台北这种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